熊斯杯第一天赛神压轴好戏 由中华蓝队和日本队上演传统的中日大战 在满场观众面前 代表台湾最强球队的中华蓝开赛猛虎出闸 除了有周一翔连得9分上演个人秀 还有新台湾人戴维斯和新飞人刘真 轮流上演爆扣美技 帮助中华蓝收接打完21比18小英3分 并在第二节前两分钟再拉一波8比0攻势 一口气把领先扩大到29比18的双位数差距 尽管日本不放弃不放手 但主场的中华蓝队根本杀红了眼 尤其是他LeBron翔 首节赌得9分以后 他在第二节继续带给淘太郎各式各样的麻烦 除了用身材欺负对手 外线准投也没话说 前两节赌得18分 就算他没投进 还有Q在篮下扮演青道夫 垃圾不落地双手冠回去 一轮爆打 让中华队一度拉开到44比24的20分差 上半场结束 中华蓝46比29握有绝对优势 来到下半场 在完全掌握比赛主导权的情况下 中华蓝面对日本的士大运培训队 也开始由年轻一辈的球员跳出来表现 但年纪只是个相对数字 包括周伯勋和蒋玉安 杀起来很近 可是一点也不输给学长 搭配球风更飘悍的葫楼帽 再进去缴获 第三节前半段中华蓝还能维持领先 但随着比赛进行 年轻球员的拼劲 也让他们陷入犯规麻烦 被日本顺势用一波9比0攻势 把落后缩下到46比56的十分差距 但日本队最近也就追到这儿了 接下来中华蓝两大主力 周一翔和曾文鼎合作无键 搭配防守端强度提升 64比49带着15分领先 进入决胜第四节 而这一回中华蓝就不会再给对手机会了 上井发条一阵海扁 等到蒋玉安表演Ankle Breaker时 双方分叉已经再度突破20大关 比赛至此再无悬念 最后中华蓝就以86比65轻松赢球 琼斯被抢下开门红 我来提医兄人这种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